马自达CX50这款车是最不像日系车的一款日系车 它调节了各项提进于德系车 还不一样 昨天中直播时 粉丝问小猴子 想在马自达CX50或者别克安科威里面选一个 买哪个才是正确的 该如果选择你给说一说 首先别克安科威定位中型SUV20万起步 那么马自达CX50定位紧凑级SUV 167万156万就可以拿下了 但是马自达CX50虽然定位紧凑级SUV 但是也达到了一个中型SUV的尺寸 车程长度达到4米7多 轴距是2815毫米了 这个时候有人会说了 那买马自达CX50 还不如买本田CRV或者是丰田RV适用范呢 我告诉你 你就别给这装大明白了 就那两个玩意儿 就那俩货能跟马自达CX50比吗 首先车程尺寸都不是一个级别的 比你大好多 而且一个6AT变成箱就要吊打你好几条机 就不要给那装大明白了 知道吗 而且如果和安科威相比 20万用不了能买到顶配车型了 对吧 到底谁更优秀呢 别克安科威是通用旗下品牌 搭载了一个代号为LSY的2.0T涡轮质亚发动机 用轮板就是高功率的一个动力总成 扭矩350麻烦2.37 这个动力总成是和昂格奇啊 凯迪拉克XT5XT6啊 是同样的发动机变入箱 也匹配了这个48和轻混 所有这个通用旗下涉及到这个发动机和变入箱呢 都是这个动力总成 说你混带了 没有任何问题 能用主啊 不像以前了 混挡不清漆 或者逻辑不好 但唯独有人很多人估计这个48和轻混 能不能用主 48和轻混做的好呢 还算是通用比较好一点啊 但是这个东西呢 也不是说不会不坏 也但是也不会轻易坏的 知道吗 大概的使用的这个 寿命就是4年到6年之间啊 35年之间 那么运气好呢 永远都不会坏 运用费用大概在5000到8000之间 马自达CX50这款车子 是最不像日系车的一款日系车 他调整的也更像一款德系车 但是操控底盘扎实感 自动性呢 各方面都很好 要比荣发本内下边的强谈太多了 有2.0升 还有2.5升版本 都是自然吸气 他匹配了一个自主研发的6ET变种箱 这个变种箱呢 要比昂科威的9ET更加的稳定 更加的优秀 增长更加的顺畅 他不全脱泥带水 更加快速 可以说是人马合一 你别看昂科威是9ET 马自达的6ET要比它质量更好 更耐照更稳定 发动机来讲呢 昂科威加速更快 起步加速 起步就穿 调整的非常灵敏 马自达自然吸气呢 虽然动力不那么猛 但后期功率数大的稳定性 一样比昂科威的更稳定 耐照小麻烦少 这就是这两台车最大的差距 两台车实际开起来呢 昂科威需要加90号球 马自达只需要加92号球 昂科威的底盘的扎实感支撑性 更好一些 隔音也更好 底盘的质感也很好 特别适合于跑长途的一款车 加速快动力足 余耗大概在9个到10个之间 马自达CX50这款车呢 余耗虽然低一些 8个有7个多 但起步加速呢 它不如昂科威 毕竟它这个转息器嘛 当然拐弯时过弯时的操控压弯 它要比昂科威更好 开过的都知道 但是也有缺点 马自达CX50全系没有市区 都是两区 然后后面是个纽约连的巡价 但它这个纽约连呢 又粗又壮又厚啊 要比大众的好太多了 日本原装进口的 舒适动呢 虽然是没有昂科威那么好 但是又哪面有任何问题 也不比你一个CRV 能放强 知道吧 所以说这两款车 如果你想要个动力好 加速快 底盘的扎实感更优秀 中型SUV 你选昂科威 如果你要想 好像后期的稳定性 要个操控好点的 那你选马自达CX50 但这两个车子呢 都是非常优秀 非常普通的 在各自的价位里面 都是一个佼佼者 你选哪个 用哪个 你都不会后悔的 就是这样 那没有开过 买过这两款车子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有没有不同意义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